我自己是 極度極度的厭惡那個地方 一看到他在那 我就覺得 但是 每次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在那邊起反應的時候 OK 我超想死的 我自己現在偶爾也會抓抓他們 不過更多的時候是像這樣子 用手 等一下 好害羞喔 用手撐著他們 因為 真的好重 哈囉沙瓦迪卡 是我艾琳的變性綁號 從小學六年級開始 我就非常非常希望自己 睡了一覺 醒來 就變成女孩子 我想我想 這也是所有跨性別姐妹們的夢想吧 但是在現實世界 就沒辦法像電影一樣 來個靈魂互換 所以我只能選擇 改變我自己的身體 在2017年時 我把自己從這樣子的宅男 變成了這樣子的妹子 在第一次變成女生之後 我真的很 哇塞 開始什麼都不適應 但是 你知道 也是有一些好處嗎 這邊我們不得不說 男生上廁所真的超方便 不單單只是可以站著上廁所 這麼簡單 我動了變性手術之後 那時候我第一次上廁所的時候 心裡想 幹 我不是只是去尿個尿嗎 為什麼我整個 下體會又熱又濕 是去北投泡湯了嗎 變女生之後的我 開始不能精準的控制 我自己想要尿的方向 男生的尿尿方式 比較像是他的出水口 像是水管一樣 直直的噴射 但女生比較像是一個殺水器 導致每次上完廁所 都要徹底的擦乾下體 而且呢 不好好清潔的話 又會尿到炎 而且呢 還有 GEN 女廁排隊 也是我之後才體驗到的 令我很不習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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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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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機器 這個畫面很像當初 困在男生身體的我 但我自己是 極度極度的厭惡那個地方 一看到他在那 我就覺得 但是 每次早上起床的時候 他在那邊起反應的時候 我超想死的 所以這也是我 為什麼想動變性手術的主因 與其在那邊 跟他搏鬥了一輩子 還不如一刀兩斷 直接載斷痛苦的根源 你 你 怎麼會這樣 通過道路 啊 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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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看到這邊我就想到 很多我的女粉會跟我反應說 哈里哈里 到底要怎麼跟男生聊天啊 根據我啊 從小生活在你男生圈20年的驚訝 你男生間諜的身份告訴你 如果是在3到5人或是以上的聚會 男生們通常沒有 所謂聊天這一回事 更多的是 討論 或者是直話直說 如果他們今天要揪你去打球 不會說 啊天啊 上次我跟小美打球的時候 媽他超賤的 我就隔壁辦那個啊 這太長了好嗎寶貝 他們只會說 欸 胖子下課打球啊 想要什麼直話直說是 男生圈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變成女生後發現 女生講話是很追求 共情共感 講話的時候會非常在乎對方的感受 就像是女生常常會問男友 你想吃什麼 並不是真的想知道你想吃什麼 你的女友只是想要 你跟他同樣的想吃同一間餐廳 就是一起的感覺 是女生們追求的 所以 各位女生們 下次不用這麼貼心 再呼你男友的感受了 完全不用 你一上車就 欸胖子 牛肉麵 走啊開車 GO 就這樣 所以男友就會說好 Good 這也是一個我一直很不習慣的地方 自己曾經當過男生 就知道男生 雖然會驚蟲衝腦 但不是一個 隨時會失去理智的野獸 所以常常忘記 要跟男生保持距離 是去年 我跟三位我大學兄弟 去澎湖玩三天兩夜的旅遊 在房間內休息的時候 我也只穿像這樣子的小可愛 但是如果今天 我跟陌生男子出去 他們心裡肯定會想 我該衝吧 沒有 我只是把你當兄弟啊 男生突然長胸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體驗 動完龍胸手術物的我 變成現在這樣子 361 因為開始服用了女性荷爾蒙的關係 乳頭開始慢慢慢慢的擴張 變大 也變得更敏感了 但 如果你要問說 好抓嗎 是蠻好抓的啦 你很像在抓一隻 果凍史萊姆囉 我自己現在偶爾也會 抓抓他們 不過更多的時候 是像這樣子 用手 等一下 好害羞喔 用手 撐著他們 因為 真的好重 你想要像周遭的親友坦白 自己是名化性別 卻苦苦抓不到最好的出貴時機嗎 或者是有一件埋藏在心中想完成的事 卻永遠無法鼓起勇氣 真正的去行動嗎 現在有一本自傳 我的人妖同學 收了我從出生到變性的所有故事 包括我成長路上的大小挑戰 以及息怒歷程 國中時期被朋友霸凌 高中時在網咖 用麥當勞 賄羅同學 畢業時甚至放棄到美國就讀MBA的機會 偷偷瞞著家人 飛到廣州打工賺錢 只為一人變性的夢想 這本自傳將引領你進入一個 充滿勇氣感動的旅程 讓你學會如何面對困難 挑戰以及成長 而且為了讓你更輕鬆掌握 每一個階段的細節和重點 本自傳還貼心附上所有 變性手術相關的問題整理 現在也就點擊影片下方的購買連結 或到全閃各大實體通路購買 一起展開這段感動人心的冒險旅程吧 這個也是我變女生之後獲得的一個生氣技能 視線雷達 可以感受到周遭的人在看我 男生們別覺得偷瞄女生都不會被發現 超級明顯 就算你是在她的側面或是在她的右後方 他們都能感受到你那股著樂的眼神 以前我是一個小宅男 可以說是存在感極低 但是但是我變成女生之後 第一次覺得周遭男生給了壓力 超大那個視線 你發生什麼事了 是我牛仔褲忘了拉拉鍊嗎 還是我今天沒穿內衣大雞凸 但隨著時間越來越久 我也渐渐習慣這件事情了 等一下這裡我要先說 我變成女生之後真的好睡非常多 我是男生時那個感受 是骨感非常明顯的 就像是大字形躺在一個三中岩石上 但是變女生後 主要因為皮下脂肪的上升 身體變得很軟很軟 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身體 就像軟綿綿的馬屬一樣 不知不覺就睡著了 所以各位男士們 別怪你的女朋友是小豬 我很愛睡覺 我曾經當過男生的我 親自實測 女生的身體真的比男生好入睡 女生 很適合 明天我會做的 太多了嗎 這裡變成女生後 比較令我感到驚訝的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連飲食也改變了 最明顯的是以前男生的我 超討厭喝熱湯 什麼共玩湯 雙辣湯 阿公才喝湯 結果現在 出去吃火鍋聚餐 肚子裡百分之三十 都是湯 真香 這個畫面跟我每天早上 一模一樣 很多男生會覺得說 我變女生之後 照鏡子應該不知不覺 會被自己吸引版那麼辣 我變女生之後 確實 真的越來越喜歡自己了 甚至 每天看到鏡中的自己 可愛 性感 心情就會覺得不知不覺 變得更好 但是 事實更多是這樣子 用手撥弄了自己的肥肉 心想 啊 明天開始不喝真奶了 結果 剛說完這句話 下午就秒喝 這坐姿 以前我是男生的時候 也不能理解 椅子是要拿來坐的 為什麼你要蹲在上面 為什麼 結果我自己變女生後 我自己也開始了 在椅子上就習慣性的像這樣 八角也放上來 吃飯的時候 就要盤腿坐在地板上 不坐在沙發上 這些姿勢不明不只是為了裝可愛 更多的是為了獲得安全感 所以女生會很容易無意識的 就想把身體 驅起來像貓一樣 就是能獲得一股 莫名的安全感 我想 這是男生 比較難以體會的 如果你是說實話 的話 你就是病 你會出車 所以 在市內的病院 去看醫生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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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誰 看到這裡這一段 我自己心裡很有感受 因為像是這種 被拆穿 被質疑 已經是跨性別 完全無法避免的社會課題 常常出去外面 就要被人家說 欸 原來你穿女裝喔 哎呦 你以前是男的 跟別人對話時 每一分 每一秒 就像是有一顆不定時的炸彈 隨時等著爆炸一樣 我能做的 只能在安全的角落裡 持續默默的 精進自己 打扮自己 隱藏自己 到這裡 我也期許 社會能給跨性別 多一點點的包容空間 謝謝大家 我是愛里 陪你一起跨越性別 我們下回見